香港警察是黑暗丑惡的 他們除了黑暗丑惡之外 其實原來還是烏合之眾 警察最廣告的就是義勇 紀律 紀律的體現是怎樣的 當然是制服穿著要一律 根據警察通例 第十五零一 括弧D規定 穿著制服當席時 需要確保制服穿著正確 另外在十五三十一 寫著所有督道人員 分有責任確保其核下人員的衣著 及義用合乎警隊的良好形象 你看這些獨道人員白衣佬 睜眼都不知看什麼 警察是紀律部隊 當然會穿制服 如果不懂得穿制服 跟霸師佬、369、小販管理隊 有什麼分別呢? 話說在2012年5月16日 在16點56分的時候 發現有警察這樣穿著 你看看他的小搭子 居然在肩章上面 遮蓋著號碼 刁文看不到他的號碼 老實說 如果這個混蛋過來中了你兩槌 你也不知在哪裡找他投訴 你看不到號碼 怎樣投訴 對不對? 也不知是假警察還是真警察 不要笑 PTU曾經出現過 假三粒花 說都沒有人信 看不到號碼 刁文觀察了很久 據了解 這個混蛋叫做沙展1620 遮蓋著號碼 你知道 汽車都不能遮蓋反光車牌 否則是罰款 對不對? 這個混蛋 你看看其他人員 就是這樣穿著 其他人員的搭子 就在肩章的下面 這個混蛋 就是這樣穿著 是不是學納雞裙 要搞新意思 還是怎樣 還是毫無紀律 還是他連穿衣服都不會穿著 這個混蛋 也不小 也有點官階 據了解 他就是警長 警長 警長都這樣 有沒有搞錯 你還知道 你做過好榜樣 給小的 新宅師兄 剛剛畢業出學堂 看你休息 你也穿成這樣 下面的人 褲鏈也不用拘捕 打出來 抓出來 有沒有搞錯 屌女老母 真是小狗死人 屌女老母 衣衫藍流 屌女老母 像在鄉下長牛 那樣 屌女老母 穿鞋不穿襪 穿褲褲打出鹿七 屌女老母 斷狗鼓 你以為他看牛 耕田 屌女老母 好心理 穿回好一點 屌女老母 你不是有特權 你不是斷狗鼓 你不是有特權 你不是斷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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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斷狗的 有沒有煞狗鼓